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要谈到父亲要管掉儿女 儿女要孝敬父母 这好像表面上一看 好像就是一般的伦理道德 各国人应该都知道的 比如中国人说 子不教父之过 同时我刚才也说了 百善孝为先 孝敬父母是大家认为最好的事情 所以从表面上来看 好像以赋所书六章一到四节 就讲的就是一般的伦理道德 实际不是 如果我们再深一次来看 我们会发现它是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的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正处在末世 什么是末世呢 末世的定义是什么 耶稣基督第一次两千年以前已经来到了 他为人的罪受烂 受死 复活升天了 将来有一天主耶稣一定要再来审判之间 所以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就是末世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整个处在这个末世当中 主耶稣的门徒也问主耶稣 说在末世有什么 怎么知道末世要到了呢 什么时候主耶稣要再来呢 主耶稣当时讲了一段话 这个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第五节说 因为将来有好戏人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就是讲到实际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 有很多征兆的 其中一个征兆是什么 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有地震 饥荒 这都是有灾难的来到 那就是刚刚的开始 所以要从这个情况来看 可能主耶稣来的时候不会太远了 看看今天整个全世界的状况 到处都在出问题 所以看末世的征兆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 那么在这个时候 除了要有些外在的征兆以外 那么人心的潮流 就是人的心是往什么地方去呢 主耶稣也继续讲 在二十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 迷惑许多人 只因不乏的事争多 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 这是人的一个心态之一 然后呢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 也是谈到了末世 他说 你们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 狂傲 庞独 违背父母 亡恩负义 心不甚洁 无亲情 不懈怨 好说禅言 不能自曰 信心凶暴 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 任意枉为 自高自大 爱厌乐 不爱神 有敬谦的外貌 却背了敬谦的实意 其中就谈到 其中这些罪有什么 违背父母 亡恩负义 心不甚洁 无亲情 这些都是末世人的一种很重要的心态 不仅在这 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 都谈到人的罪的时候 就谈到人虽然知道有神 但是不把他当了神来荣耀他 他们无知的心就变昏暗了 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怎么怎么的 其中包括任凭他们犯什么罪呢 就是说 入慢人的 狂傲的 自夸的 违背父母的 无亲情的 又谈到了 所以在这末世的时代 人的这个心态 人的这个罪性 其中就是狂傲 自夸 无亲情 违背父母 这都是末世人的一个心态 所以有的学者就指出了 这个末世的时代是一个魔鬼的势力 高涨的时代 大家知道这个世界现在是 就是负债的恶者的手下 对不对 是掌管阴暗的这个杀旦在他的控制之下 所以四处是弥漫的一种任意妄为的灵 就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背逆神 背逆真道 那么这种自由任意妄为而来的狂傲 自夸 他就成为亲子关系的一个杀手 会导致什么呢 就导致无亲情 没有亲情 所以父母 父亲可能是独断专行 唯我独尊 儿女呢就是违背父母 我姓我素 所以这个是反映在今天的一个世代 在亲子关系当中出现的问题 它不是一般的世所的问题 而是属灵的一个争战的问题 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 当然亲子关系好的也有 可是不是家庭的主流 多数在亲子关系当中出问题 所以我们在看保罗在六章一到四节 这个这段教育以前 我们一定要先回到 这个以复所说第五章 看看他整个的思路 保罗在以复所说第五章 就谈到了什么 要劝大家什么 在五章十八节他说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也就是不要去醉酒了 要怎么样了 因为喝了酒你就控制不出去 就放荡了 要什么呀 要被圣灵充满 那我们知道按照这个思路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圣灵的果子是什么 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洁 这九项是圣灵的果子 不是九个果子 因为圣灵的果子是单数 这个九项就是表现 不能分开的 是连在一起的 这九项就是圣灵的果子 所以按照保罗讲了这个以后 他才开始往下 从这二十二集就开始谈到 谈到了夫妻关系 就是我们开始第一讲讲的 丈夫爱妻子 妻子顺服丈夫 就是这个夫妻关系 然后现在谈到第六章 谈到了父亲和儿女的关系 再往下谈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所以整个的思路这样下来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一定要表现在他的夫妻关系 表现在他父亲和儿女的关系 表现在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下 也就是说在这些关系当中 一定就能够看到 由于圣灵的充满 那这些关系就是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信仰 他要延伸到你生活工作的各个层面 不是说单到教会才想到是基督徒 你在平常做一言一举一行动 有圣灵的工作 那都要想到我是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在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 祖父关系当中所展现的这个生命 就不是一个在这末世的这个时代 人的自然的生命 自然的生命就是什么 自任意往为无亲亲 这是自然的情况 而要展示什么 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更新的生命 是什么 就是温柔节制 彼此相爱 所以如果看了这个大的思路 在以赴手术讲的 我们就知道 保禄在这边讲到 父亲和儿女之间的关系 别不是在讲一般的论理道德 而从属灵的角度来谈 谈到就是说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如何在亲子的关系当中 彰显出神的作为 彰显神的荣耀 让我们的亲子关系 让我们的家庭关系 成为神的活生生的见证 让他们一看到我们的关系 就知道我们是输基督的 所以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保禄这段教学 不是一般的在谈论理道德 所以大家看这一集经文 先谈到做儿女的关系 然后谈到做父母的关系 我现在先把它颠倒过来 我先来谈父母的 做父亲的 应该有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很奇怪 你们如果读前面的经文都是 都谈了父母 儿女要孝敬父母 你看了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对不对 都讲了父亲母亲 可是最后呢 下边一句说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去 没谈母亲 单单谈到父亲 我到现在也不太明白了 也许父亲很容易惹儿女的气 母亲会是好一点 不过你们做母亲 也不要觉得很说一口气 你们有时也许惹儿女的气 但是单单把父亲提出来 就表明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是很重要的 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因为父亲是家里的头 家里头今天要出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单单谈到了父亲 而且大家在看到 实际上圣经记载的 谈到了很多成功的母亲 你比如说沙门尔的母亲哈拉 是吧 祷告 求生给她一个孩子 最后有了 从小就把她献给神了 你们好好住沙门尔就很感动 圣经记得一件事情 每一年她母亲都上圣殿去一趟 给沙门尔送一套衣服 就看见父母的心了 她就把她送给神 所以哈拉是很成功的 我们也知道 我们刚才讲的耶稣基督的母亲马利亚 非常成功 非常伟大的一个女性 非常伟大的一个母亲 这是成功的母亲 我们也看见齐摩泰的母亲和外祖母 对不对 她的你从小就明白神经 因为保禄说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 从而跟她母亲学 跟她的外祖母学 这些谈到了好多都是比较成功的母亲 但是好像成功的父亲不多 圣经都没有记录太多成功的父亲 当然岳伯算不算 岳伯也可能算一个 你会看到岳伯的第一章就谈到她和儿女们一起敬拜神 也谈到了浪子回头的父亲 这个父亲是比较成功的 虽然浪子这样把他家产都花完了 结果他还是盼着儿子回来 借儿子的热情接待他 但是成功的父亲谈的不是太多 但是父亲所赋予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你比如说保罗有一段经文 这是在以夫所书的第三章 他说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其中有的学者就说 他说这个家这个字 这个希腊字实际是从另外一个希腊字来的 这个字就是从父亲来的 所以有的学者就把这段经文重新翻译了一下 他说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就跪下来 所有的父性 父亲的性都是从这个父得的名 但这个翻译是不是很准确 不知道 反正有人就说言外之意 意思就是说 神是父性之本 是一切父道之根源 所有人的父亲所说的一切东西都是从神来的 当然这样的解释 我想只是一切学者他一切看法 当然我们今天都称天父 对吧 我们称圣父是天父 没称天母 是天父 当然我们称神是父 这和性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不是说父亲是男性 不是女性 没有 因为神没有性别的 那么这个所以用父来形容神 所要表达的观念是什么呢 是表达一个根源 或者原本 或者慈爱 一个安全感 一种看顾 这样一个总是一个概念 所以神这个父的形象 他是要为全人类的父亲 树立一个效法的原型 一个典范 所以天父这个父 不是从人间的父的经验归纳出来以后 把他投射到神上面去的 不是 是反过来的是 要从神的这个父亲的形象 为天下人的父亲树立一个榜样 我神是这个一样的 那你们作为天下人的父 也应该这样做 是这样反过来的 但是从人的经验来说 往往我们是先接触到 与我们朝夕相处 亲密相交的父亲那里 慢慢去推向到去理解这个父神的形象 所以呢 如果一个人间的父亲做得很好 他就可以帮助自己的儿女 更好去认识神 更好去敬畏神 如果人间的父母做不好 还想起天父也许就像他的父亲那样 这样就很容易拦阻 这个儿女当然将来成为神的好的儿女 所以就看得见 看得见这个 所以父亲父母父亲对儿子 对儿女影响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那么以后所说的这段经文 让我们要圣灵丛 是谈到了父亲的两个方面 两个方面 消极的方面就是说不要惹儿女的气 这是比较消极的 不要 怎么样 惹儿女的气 所以这个气字呢 就是希腊字是一个 惹气的一个字 是一个复活的一个动词 就是激怒了 有什么使他引发了他的怒气 一下子把怒气就引发出来 就是惹气的意思 非常的传神 所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为的是什么呢 在哥勒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说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为什么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呢 就怕因为你脑子惹儿女的气 最后就让儿女把志气都失掉了 那志气是什么意思呢 失了志气就是灰心向志 失去了信心和志气 这就是失了志气 所以有的父亲对儿女不好 老惹儿女的气 最后呢 让儿女最后离家出走 甚至有人就自杀都有可能的 所以这就是做父母从这方面 不要惹儿女的气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做父亲的 怎么会惹儿女的气呢 当然身体没有谈 但实际从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做父亲的 有意无意的都很容易有儿女的气 比如说对儿女尊重不够 总是我们的父导尊严 父亲这个权柄强调权柄 总是居高临下 事者多对话少 你说了半天 儿女刚一说 你给我闭嘴 这一句话就打回去 不许说话 只有父亲说话的权利 没有儿女说话的权利 或者是当众指责自己的儿女 当众很多人 根本没有想到儿女也是人 你怎么去爱护她的自尊心 如何让她能够站立得起来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的承诺不兑现 你这样做我马上就干干什么 说完就扭头就忘了 小孩是哄孩子哄惯了 对不对 别哭别哭 一会儿我给你买糖 孩子不哭也不买糖 也就过去了 孩子慢慢长大了 他就开始想着这件事了 说实际上 我自己反正开始就对孩子 我就蛮注意的 要不我就不轻易说 如果我真正说了什么话 我就老记住 我一定要努力去承诺 否则你将来就不能够在儿女面前取信于儿女 你知道你父亲说话也不算 不是说说而已 要不就别说 说了就要努力去做 做不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他努力去做 不尊重儿女的隐私圈 尤其儿女开始长大了 长到十几岁了 你说不敲门一下推进去了 孩子拿一封信就给拆了 儿女有日记也随便看 这都不行了 作为他儿女 他自己开始一个独立的个人 你不要老记住 我从小把你看大的 对不对 儿女说要演 你演什么事 光屁股我帮你带大 你演什么事 一句话就给听过去了 这样不行了 儿女当然是我们父母这样养大的不做 可是他现在开始长大了 还是长得他自己要有独立的 要有他自己的空间 这是一方面对儿女尊重不够 容易就要儿女的切 第二方面就是对儿女期盼太高 常常是求权责备多 安慰鼓励少 考试要考了八十分 都不敢告诉父母 考了八十分 你怎么就考这么多分 考了九十六分 告诉我今天考九十六 你怎么会扣你四分 都没想到先鼓励一下 你得了九十六 这就很好 不过你想想 这四分扣在哪 你将来怎么能考得最好 马上就问那四分怎么回事 从来就让儿女感到没有他怎么做 他都得不到父亲的满意 为什么 要求太高 要求太高 而且今天你看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除了上学 又要学钢琴 又要吹笛子 又要跳舞 什么都而烈了 还是日常拍的门儿的 好像我们是为了儿女好 实际上没有考虑 真正考虑到儿女的需要 究竟是什么 像这些呢 我们都容易常常惹儿女的气 孩子小的时候还没关系 他气两下 你哄一哄就过去了 孩子开始长大了 长到十几岁 长到十六七岁 开始要成熟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矛盾 张力就会凸显得比较大 所以就要注意 不要惹儿女的气 第二方面是积极的方面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就是要怎么样 不要惹儿女气 要怎么样呢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当然父亲养育儿女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有时候呢 我们的养育不恰当 不仅父亲会惹儿女的气 儿女也会伤父亲的心 所以有时候我会发现 我现在也是父亲了 父亲呢 有时候常常是在严厉的管教 和放任自留之间来回动 有时候管的太严了 太严了呢 儿女一反弹 得了得了管不了了 你该怎么办怎么办吧 马上就跑到另一段 全不管了 实际呢 严厉和错误的管教相反的 不是不管教 而是有更平衡的更正确的管教 这一点要非常的注意 实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养育儿女 我想今天我不给大家谈具体的方法 我是要从父亲对儿女和对自己本身的地位和身份的认识 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谈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很多方法自然就出来了 首先我们要谈谈父亲对儿女的认知 我们如何来看待儿女 首先圣经说 在诗篇的127篇第三节说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那么这个产业 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 怎么让理解呢 可能有双方面的含义 因为大家知道在旧约时代的经济体系当中 以色列人从耶和华所得的产业 首先是应许置地的产业 产业是什么 要有这一片土地 所以迦南地是神赐给以色列民族的流奶与蜜之地 首先有了地业 有了土地 以色列的国家才能够生存 人民才能够享平安 如果没有土地 什么都打不上了 所以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 就可能有双重的意思 第一方面是 如果父亲没有儿女 将来他就会失掉产业 你们读列维基 或者读这个都很清楚了 如果儿女就没有儿女 他如果一过世以后 将来他的产业就没有了 就没有地业了 因为他就会让别人来计算他的地业 所以他如果有了儿女的话 那这个产业就会继续保持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说 儿女不是夫妻结合的自然产物 而是神赏赐给父母的 所以儿女是耶和华赏赐给父母的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比较清楚了 父母只是儿女的管理者 而不是拥有者 父亲和儿女同有一位主人在天上 所以我们做父亲的 就不能够把儿女 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看 只是神交给我们管理 就跟金钱一样 我们今天做每个基督徒 我们很清楚 我们不是金钱的拥有者 我们只是金钱的管理者 将来我们的钱是怎么用的 将来在神面前都要交账的 一千两三千两五千两 神都给我们了 我们怎么用的最后要交账 所以今天儿女也是一样 神是把他交给我们 赐给我们 让我们来管理的 第二点我们要注意到 儿女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是罪人 而且又生活在这个弯曲背秘的时代 所以父亲对儿女的管教 是绝对必要的 所以父亲因为出在 大家父亲要知道 出在这个弯曲背秘的末世 加上儿女本身也是罪人 所以父亲的首要责任就是要把 引领儿女认识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热爱耶和华 把儿女稳妥地交托在耶和华神的手中 这就是做父亲的最首要的责任 在管理者 王子者 这是一方面 对父亲对儿女的认识 反过来说 父亲也要对自己有所认识 那我们在谈到 父亲对儿女的认识 对儿女的管教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记住 在这个生命纪的第六章 第四到九节 这是犹太人非常重视的一段经节 它叫恭听篇 恭敬的听从的这个篇 这是其中一部分 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细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头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所以这句话 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这个话是足以父亲的 一定要教导自己的儿女身手的 这些经文都要 或者是写在门本上 或者抄写下来 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戴在额头上 或者戏在手上 这些犹太人到现在还这么做 所以犹太人这个民族很奇特的 他们非常严守 到现在是严守圣经的话 你们现在看来哪一种犹太人 就是最保守的呢 就是留着大胡子 大黑胡子 戴黑礼帽 穿一身黑的 黑上衣黑裤子 黑大衣的 这些都是今天的犹太人 犹太人你们也分好多派了 比较自由的也有 所以有时候我坐飞机 会常常和这些人坐在一起 他们只要一坐下来 就拿出书来一看 我一看 习不来 闻得圣经 那就知道很厉害 戒头犹太人知道 所以作为做父亲的 就是要教导自己的儿女 要敬畏 要认识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要跟随耶和华 所以这是做一个父亲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职责 另一方面 除了父亲要认识自己是管理者 这些以外 还要认识到父亲对自己的认识 所以我刚才谈到了 就是要让儿女成为敬畏耶和华的人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父亲自己要清醒的认识到 我们做父亲的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是罪人 也就是说 父亲不仅是有限的 而且是有罪的 所以在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就是说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不是靠势力 不是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那也就是说 在整个养育管教自己儿女的过程当中 父亲绝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 不能够担当凭自己的爱好喜好好恶 而应该仅仅的依靠耶和华神 如果我们要单靠自己的力量 就肯定要出很多的问题 父亲如果就这两方面有了好的认识 对儿女的有了正确的认识 对自身有了正确的认识 那么我们就是成功养育儿女的基础 养育儿女的态度方法都由此就可以得到 你比如说 既然父亲认识到自己只是儿女的监护人 就不能够把儿女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 或者把她们当作宠物 或者把她们当成向人炫耀的资本 也不会把儿女当作偶像 让我们能够依靠儿女胜过依靠神 都是想着养儿防老嘛 所以现在儿女长大的就千方百计的 什么事都宠着她 见话让她将来讨她们的欢心 我们年龄大了他们就反过来来战阅我们 那这样实际在我们的进步当中 我们靠儿女胜过了靠业务法 那这儿女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 你看现在大陆这个独生子啊 这个子女啊 那真是不 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里边高考 外边父母也在外边考的 外边的人比里边还着急 要送上大学 哇 曾经得来的父母就是千里迢迢就把儿女送进去念书 过去哪有啊 我上大学就是十七岁 从来没离开过我自己家乡一步 从来没坐过火车 那要上路怎么办 自哪儿挑一扁呢 连岸网头 一个网头放的是铺盖卷 一个网头就放了西点盆 牙膏牙刷 挑了就上路了 三天三夜 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 最后到了北京 现在这儿女简直都是虫的 简直是皇帝了 那父亲哪是父亲 成了孙子了 这颠倒过来的 所以就是什么 心态不对 把儿女看成是偶像了 因为想到将来要靠他们的 要靠他们的光中要左 靠他们的养老 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心态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就不会因为想到自己父亲是儿女的监护人 我们就不能够把养育儿女当作我们父亲唯一的人生目标 实际做父亲的养育儿女只是父亲的人生目标之一 所以我们就不能把一切都靠在儿女身上 你要靠多了 希望大的将来你释放也大 千万多一点 还是要靠神 这是第一点 那儿女既然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是耶和华赐给我们 想赐给我们的 所以左父亲呢 就不会因为儿女的天分的高低 学习的好坏 听话与不听话 而改变了对儿女的爱 因为这是不管儿女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都是耶和华才赐给我们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有时就挑战过来 都会继续要喜爱他们 去哈护他们 那既然父亲是儿女的监护人 当然父亲就要忠心的担负起这管教的责任 所以在管教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不能一味的强调父亲的尊严 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怎么样的管教 才能够让儿女真正受来依托 真正能够受教 能够将来真正对他们好 就是不会披荡自己的血迹了 实际我们会发现 父亲有时候管教儿女 一个经常的失误是什么 就是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 有时候当父亲觉得被儿女冒犯了 怒不渴丢了面子了 马上这个时候常常我们的管教 常常是在怒中管教 或打或骂 当一身体管教这是最不好的 为什么 当你在怒中你的言语和行为 就很难控制的准确 管教是需要管教的 但是不要在怒中管教 这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 平常都不管 一身体就开始管了 一下子就开始打屁股 那打屁股还好了 有的时候没头没脑的就开始打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要注意 所以既然我们认识到自己也是儿女的监护人 我们就要好好地调解我们自己 要控制我们自己 要认识到自己也是有限的有罪的 我们就要努力去转向神 依靠神 恳求神的能力来充满我们 来好好把儿女管教好 既然我们也认识到我们做父亲的 也是有限的有罪的 那我们就可以在儿女面前坦诚自己的实物 错了就是错了 做父亲的死样面子 错了也不认错 非要辩解自己 实际儿女都很清楚 你明明就是错了 对不对 还是死样面子不沉重 实际我们认识到自己既然是一个罪人 那做错了就向儿女认错呗 实际只有当我们就这样做 让儿女看到一个严性一致 理表如一 诚实无畏的父亲的时候 他们就会更尊重父亲 他们就会更乐意接受父亲的管教 所以像这些你会发现 当我们父亲明白了儿女的意思 明白了自己的地位的时候 很多的方法自然就出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单纯为了方法讲方法 就是把自己的父亲认识到自己儿女 是耶和华次的产业 儿女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 但是这个弯曲被命的时代 儿女也是罪人 而且这个时代是末世 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地教养他们 不论只养不教 你看常常我就说 你老父亲还怎么样 成天在外边给你们奔命 让你们吃的好又喝 上好的学校 好的衣服 还要怎么样 不够 你给他的这些都不能存到永远的 要给儿女最好的就是让他们能够跟随神 那得到神所赐的生命 那就把他们交代神的时候 这个才是对儿女最好的东西 所以认识到这些 认识到自己也是个罪人 所以就要不能够贫义己的血气去管教 而要依靠常常依靠神的大能多多地祷告 求神加智慧 尤其现在儿女长大以后千万注意 你看很多时候管得太严了 高中一毕业 有的孩子跑得越远越好 就想离家越远 父母太多太啰嗦了 就不想听了 而且你着急也没用 他给家里说话 不给家里讲 有什么事不给家里讲 他觉得父母根本不理解他 为什么 平常没有沟通的渠道 求神帮助我们 孩子没上大学以前好好沟通 好好沟通意思是什么 尊重他们 不要说一句话 不无注意马上都给打回去 几次下来他就不谈了 好好听他们讲 听他讲 然后你这父母再平等地跟他们分享 一直保重那个沟通的渠道 就他们上了大学 离家出走 走了以后 他有事他还愿意跟家里来分享 那我们才知道有什么事 好好在知道祷告 也知道怎么祷告 完全不知道儿女的情况 你干脑子也没用 所以说这些你会发现 父亲对自己的身份 地位 对儿女的认识 就会带来这方面的情况 这是做父亲的 然后我们再回来讲做儿女的 做儿女的 圣经说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待应许待诫命 所以儿女的本分是什么 两条 第一 在主里听从父母 第二 要孝敬父母 就这两条 这个神经讲了 那听从父母 在主里听从父母 那意思是什么 并不是说只能听从 身为基督徒的父母 这绝不是圣经的意思 因为 在哥勒西书的三章二十节 保罗还讲了同样一句话 你们做儿女的 要凡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这就被谈到 在主里这几个字 那就是说 不是说因为父母是基督徒从我在听 父母不是基督徒从我不听 只要是父母 儿女都要听 而在主里 这个听从父母 还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 第一呢就是 像听从父母 就像听从主一样 这是在以赴索子五章讲的 就是说听从父母 是听从主的一个主人部分 那么听从父母 就是听从主的一种表现 这是一种含义 再一种含义 在主里是什么 就是儿女要听从父母 符合圣经教训的话语 也就是说我刚才讲了 人对人的顺服都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同样 儿女对父亲的顺服也是一样的 如果父亲所说的 所做的明显的是违背圣经的教训 而且坚持不改 那这是做儿女的就不应该再听从 但是这一时同样的 不要用很亲密很悲逆的态度对待父亲 要用很温柔谦卑的心 告诉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而且让父亲理解到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儿女的非常为难 非常伤心 做儿女应该听从父母 可是父母这样做不对 所以让儿女感到非常的struggle 实际上体会到儿女对父母的这种信从 所以我们当父亲有了犯了错误的时候 做儿女的也应该不要用轻蔑傲慢的态度 那么如果我们虽然说不顺服父亲 但是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对 实际上反而来很可能成为还没有信主的父母 信主的男主 他看见儿女信了主也不过如此 虽然说你坚持了真理 我这也不符合那也不符合身体 对我可以是这样的态度 他没有感觉到信了主以后 你们的爱对父母更尊重了更孝敬了 既坚持了真理又孝敬了父母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至于你们孝敬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是理所当然 因为世界的各足各方都相信应该这样做的 至于说要孝敬父母 我刚才讲了 孝敬就是尊敬听从照顾瞻养 在年少的时候儿女要敬重听从父母 长大独立以后还是要敬重听从父母 并且要关心瞻养父母 要为父母为他们老年的生活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 所以保罗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这个第一实际我们应该理解为重要性的第一 而不是时间上的第一 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诫命 非常简明 而这个简明就是说你们就可以长寿 在世上长寿 这个应许是做一个群体 跟以色列的一个群体的 并不是单单指每一个人 那你就说我们孝敬父母一定就活得特别长 也不一定 就是对每一个人来说 不一定是对每个个人来讲的 那么作为儿女要听从孝敬父母 像对父母作为父亲的要教育自己的儿女 同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儿女要听从孝敬父母和父亲一样 也必须认识自己 而且要必须认识自己的父亲 那我们要知道儿女既然不是自然的产物 而是神的场次 父母也不是偶然的成为我们的父母 乃是神的祝福 所以我们要清楚认识自己的父亲是什么 父亲是神所命定的儿女 我们生命的供养者和保护者 是我们灵魂的引领者和监护者 就明白神父与父亲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要明白我们的父母生我们养我们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几乎是付出了他一生的代价 使我们能够存活能够成长 所以对这样一点儿女永远有一个感激的心 敬重的心 并且要知恩图报 这是做儿女的 同时呢 要认识到儿女作为神所命定的灵魂的监护人 所以儿女应该存敬为神的心 要听从孝敬父母 所以你明白了 这是双重的意思 从属实来讲 父母对儿女的生养这样的照顾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作为神所拆派的灵魂的监管人 引领酒 所以儿女应该是对父亲的感激 尽重 尽重 这就是基本的态度 所以这种态度 就不要因为父亲的学识的高低 地位的高低 父亲的有限 或者父亲会犯错误 而去侵卖父亲 无论父亲怎么样 就像刚才的孩子一样 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 所以无论这孩子聪明不聪明 天分高不高 我们都要爱他 都要管他 同样今天的父亲是神命定的我们的供养者和引领者 那无论父亲今天的学会怎么样 各方面的情况下 我们都要敬重他 都要顺重他 尤其今天孩子长大了 对父亲父亲就看不上了 这也不懂 一代也不懂 你懂什么 尤其今天这个信息时代 他们的电脑画得特别熟 就觉得看不上父亲了 当然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代比一代强 对不对 这也没错 但是也不因为你有一些新的东西 你就不尊重自己的父亲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问题 要认识到 而且同时 我们也要 儿女要认识到 在这个末世 是人的罪行之一 就是违背父母 所以我们做儿女的 自己也是罪人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违背父母 不是完全是因为父亲 父亲母亲不对 那是因为人的罪行 今天游戏到了后现代 这个自我中心太严重了 我前不久碰见一个高中生 高中毕业了 他就问我 我因为在一个教会讲得到 他就下来问我 他说你 你为什么要信耶稣 你是不是把世界的宗教都研究完了 我说我没研究完 我研究了很多 但是最后我发现基督教就是很对 我就信了 他说你没研究完 还你怎么知道这是最对的 我说这很简单 你在学校学过程 你学一个定律 你不会把所有有关的定律 都全都研究完 你觉得这个定律合理了 那就相信他 对不对 他最后还说 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上当受变 你信耶稣 你能告诉我你信耶稣的过程吗 我说太长了 我说我写了一本书 刚好我们在二楼聚会 楼下就是一个书店 我说如果你愿意 我写了一本游子银 你就看游子银 你就知道我信主的过程 我说你去买一本 他说我不买 我为什么 他说我都不知道这本书值得看值不得看 我为什么要买 我说好好好 我说你愿意看吗 我说你如果真愿意看 我替你买一本 我下去自个儿掏钱 买一本游子银 送给他 送给他的时候我跟他说 我说这本书 我对你有一个希望 希望无论如何 你从他到尾看一遍 他说那倒不一定 我说为什么 因为这些书也不是我掏钱买的 你看见没有 简直成了滚刀肉了 反过去都是他的你 对不对 当时他不买的时候 他不知道值不值得买 今天我给他买了让他看 他又说不是他花的钱买的 所以他也可以不看 我说是 这钱不是你花的 但是你要知道 是我单单为你花的 你知道吗 最后他没办 我尽量挪留 你看见 现在这个人高度的自私的孩子们 公开的 你说像我们这一代 你就是心里不想看 你还不敢嘴里这么说了 人家专门刚替你买一本书 自我掏钱给你买一本书 你就看见 现在的那个心态 就是绝对的自我中心 所以今天的违背父母 不完全是父母的问题 就是很多是儿女自己的罪性 所以我们会发现 我们很多时候在表现在亲子关系上啊 我们就缺乏一种儿女对父母的养育 教导之恩的这个感恩的心 总是认为 父母对儿女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理所当然的 你如果九十九件事情做好了 一件事儿 只要做的不对 马上就大发脾气 做九十件事没有一个现任了 我们常常的夸大这个代沟 认为父亲落伍了 什么都不懂了 对父亲横挑鼻子竖条眼 实际啊 真正如果你有一个做儿女和谦卑的态度 你会发现 你会从父母的属灵的经历 和人生的阅历当中受益良多 父母毕竟是走过了这么多路 在主里这么长的时间 他一定对你们会有很大帮助 如果你们就瞧不起父母 那这样的受亏损是你们自己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 对父母的两个批评是什么 第一父母不理解儿女 第二父母对儿女不公平 这当然是一个事实 我们就是经常惹儿女的气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应该反过来想一想 作为儿女的 我们理解父母吗 我们是不是试图曾经 试图过教去理解父母 我们对父母公平吗 你看儿女出去 不管在家里多恨 到学校 朋友相同 都是彬彬有礼 非常的通静大脸 就是一到家里 对自己最亲的人 对养自己的人 就那个态度 很不讲理 这种对深深爱我们的父母 这种粗鲁 蛮不讲理的态度 有时候也是非常伤父母的心 要知道父母也是人 父母也是软弱的 如果他们觉得他们的付出 得不到最起码的回报 将来他们也会深深的被伤害 失去信心 尤其是侍奉主的人 传导人 牧师 如果儿女的不胜服 很容易落在 撒旦的试探和控告之中 你看看 你还是传导人 你还是牧师 你自己的儿女 都是采取这样被你探动 你连自己儿女都管不好 你还怎么去管理教会 往往这种控告就出来了 让传导人在侍奉主族 都没有力量 为什么 自己的后院都切活了 他没有根基了 所以一定要看到很多时候 亲子关于出现的问题 绝不单单是父亲的问题 父亲是要注意的 儿女要认识到自己也是罪人 也需要被神对付的 一定要去掉自我为中心 所以儿女在年幼的时候 他们的行为举止 父母要负主要的责任 因为儿女不懂事 但是儿女长大以后 他就要对自己的行为举止 负主要的责任了 我们知道在《沙门尔记》上 大家知道有一个先知叫以利 对不对 最后就是把沙门尔 一直带大的这个以利 以利有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就是强夺 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献祭 正在献祭的时候 煮到肉锅里走 插的就走 或者是根本不让人 生的就要夺走 这个时候呢 这个耶和华是谴责了 谴责了 批评了 批评了这个以利的 你比如说 在《沙门尔记》上第二章27节 有神人来到以利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卢谱的时候 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 在以色列众志派中 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 使他烧香 在我坛上献祭 在我面前穿以复德 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 都赐给你父家吗 我吩咐现在我军所的祭物 你们为何见他 尊重你的儿子 过于尊重我 将我以色列民所献的美好祭物 肥己了 所以你看 当这两个儿子 实际你读圣经会发现 以利也是批评过他儿子的 但是耶和华神还是对以利说 你尊重你的儿子 是胜过尊重我 所以神是批评了以利的 但是同样我们发现 大吉斯亚伦 两个儿子 第一次去献祭的时候 献烦火 还记得吧 不按照神的这个命令去见 当场又豁出天然下来 当场把这两儿子烧死在耶和华的祭坛前 那很厉害的 撒姆尔的两个儿子 也是很不敬虔的 对不对 但是圣经就没有记载 耶和华神批评了 撒姆尔或者批评了亚伦 没有讲 所以很多时候 有时候儿女的事情 父亲是需要负责 但很多事情 尤其儿儿女长大的 儿女自己要负自己的责任 这样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个亲子的关系的时候 涉及到很多的方面 虽然说它涉及了父亲和儿女的两个方面 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是整个这个世界是被魔鬼弄下了眼睛 所以在亲子关系中没有亲戚 所以父母把儿女当作玩具 炫耀的工具 发泄的对象 或者当作毒品 或者王子 要不就是苛哲 苛求 要不就是溺爱 放纵 儿女呢 就是轻蔑父母 放荡不开 最亲的人彼此伤害最深 让出很多家庭的悲剧 这是今天的情况 前半期我还看了一电影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老大儿子没有考上大学 最后就去西渡 西渡就出不来了 最后自杀了 所以就对老儿管尿的很 对女儿也管尿的很紧 最后一管尿停了 女儿就反弹出走 这父亲到处找 好人一找回来 结果父亲已经患了癌症崛起了 最后在弥留的时候 还说呼话 还得说了 叫他的太太 你赶紧去叫女儿起床 赶紧叫他起床 要上学了 给他做早饭 在医院里面守着他 上哪去敲门 这个太太就敲脸盆 女儿起床 该上学了 给他先生 先生已经迷留了 这时候女儿感动的 放声大哭 一下地归在爸爸面前 第一声说了一个谢谢 爸爸谢谢你 他的父亲脸上露出了一丝的微笑 就断气了 到父亲最后一刻说了一声谢谢 所以像这些人会看到 今天我们无仅是做父亲的 做儿女的 都要看到自己的责任 看到自己的软弱 都要恳求神来帮助我们 趁着还有机会 父母要多爱儿女 儿女要多孝敬父母 如果机会一过 将来想做都没有机会了 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 做父亲的做儿女会犯错误 我们将来还会犯错误 但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及早地发现错误 及早地改正错误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 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 我们能够缔造父爱子 子敬父的全新的亲子关系 来见证和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同时呢 我们在亲子关系的建造当中 父母和儿女同梦联名 同梦造就 使父母和儿女都成为讨神喜悦的人 在去年在世界的 就是华人的第五届 第七届世界华福会 是在澳门开的 为什么在澳门开呢 纪念第一个低主教宣教士 马里逊来华二百多年 因为马里逊最后是死在澳门 所以在这次大会上 就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口号 就是福音的传播 不仅有横向的传播 就是从本地到外邦 最后到耶路山的 这是横向 同时还要一个众向的传播 就是让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孙子 子子孙孙 都要敬畏耶和华 侍奉耶和华 这两个传播的方向不可辩护 如果我们只看到水平的方向 没有看到众向的福音的方向 将来有一天 等我们从外地回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后方已经失守了 所以这两个方面的传递非常的要紧 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到亲子关系的时候 一定要从这个属灵的高度 不仅我们好的亲子关系 是见任神荣耀神的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活生生的东西 同时既然个亲子关系 让我们的福音一代一代传下去 正向耶稣要讲的 至于我和我们家 我们毕竟是否耶和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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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